你好 欢迎收看7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全国有机茶分级评鉴比赛 上个月27号在台北文山区圆满落幕 日以镇赤柯山 富里乡六十淡山 以及瑞穗五鹤茶区 包括陈景竹 林俊杰 年宽柔 以及谢文玉四位茶农成绩都相当亮眼 拿下三面精选以及五面的优选奖项 而农粮署东区分署长徐辉飞 今天上午专程南下 逐一道府贴红榜庆贺 并大力推广花莲的优质好茶 今年度全国有机茶分级评鉴比赛 花莲茶农拿下三精选五优选的成绩 农粮署东区分署长徐辉飞 今天上午专程南下 会同地方农会一起诸户道府贴红榜庆贺 诀窍在哪里 最主要是发酵的问题 发酵处理得当 就能够跟高山茶 这样有一个品质 相提并论这样 那得奖之后有什么 未来有什么期许吗 还是加油 这一次除了五鹤茶区青丰茶园谢文玉 南区玉笛镇赤柯山茶农陈锦竹 各拿下一面优选奖 富里乡六十旦三林俊杰 则拿下三面优选以及一面精选奖之外 五鹤茶区名鹤茶园的年宽柔 一人独得两面精选奖 花莲茶农在有机茶产业的努力也有所斩获 也令上级单位高度肯定 那我们参加主要是以这个清香型的 球形乌龙茶组为主 那整个花莲来讲 一共度选了三个精选 然后五个优选 那我们花莲的这个有机茶 风味非常的好 那欢迎就是消费者能够多多来选购 堪称花莲最大茶区的瑞瑞五鹤台地 光是有机茶园面积就有26多公顷 非有机茶园也皆以自然农法 不喷洒化学药剂在种管理 生产健康安全的蜜香红茶品之外 有机乌龙茶品也开创出小众市场 因此瑞瑞香农会也积极辅导地方茶产业 超多元化来发展 那我们这次这个得奖的这个品种 大概是以大叶乌龙为主 所以大叶乌龙在我们这边 瑞瑞地区来种植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适合 那这次得奖的原因 除了品种之外 我们的茶农的这个制茶技术 也相当相当的卓越 我们希望在这个茶叶的这个发展上面 能够多元化的来做一个发展 花莲为全国第一大有机农产业的现份 全县茶园在中面积超过130多公顷 而其中有机茶园面积就有70多公顷 这一次花莲在地茶农出征全国有机茶 分级评件比赛表现不俗 亲自到辅贴房庆贺的农粮署 东区分署长徐辉飞大力推广 更希望消费大众选购品名 花莲健康有机的优质好茶品 记得史玉兰最次采访报道